好,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這個魔術幫的工具 一般我們在選擇物件的時候 來,我們示範一下這個圖檔 你可以開啟 Open Samples 然後這個第四個 第四個開啟 你如果要選這個物件 一種方式是用多邊形 自己慢慢這樣子 嚕嚕嚕嚕嚕嚕 嚕出一個多邊形 那比較快的方式 其實你是可以用這個工具 這工具點下去之後 去點擊 然後你就發現 怎麼好像沒有辦法選起來對不對 你就這邊按兩下左鍵 然後把這個容忍值調高一些 它就選起來了 然後你在選別的 就發現都還蠻順利對不對 如果要重複選取 你就按著它 再按Shift 就可以多選幾個 那這樣你就可以去做 測量啊 或者去做 例數 它的例經計算等等 好,那就練習一下這個工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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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